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辉思话说的频道,我是辉 今天我想向各位介绍24节气中的小鼠 喜欢我的频道,请帮我按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谢谢 小鼠是农历24节气中的第四一个节气 当太阳到达黄金105度时,一般在每年的7月6日至7日 而今年的小鼠为7月6日 小鼠这个节气的名称中的小就是微小,而鼠就是炎热 鼠语说,小鼠大鼠,上针下鼠 意思是说,虽然天气已经很炎热,但还不是最热的时候 夏天最热的时候是下一个节气,大鼠 过了小鼠,就要进入三福天 民间习俗中的三福天,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福及福藏的意思 指的就是从小鼠到畜鼠这段期间 人们最好待在室内,不要在强烈的阳光下活动 近年来因为温室效应,许多地方气温都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 须多补充水分以及防曝塞 古人认为三福天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日子 三福天依序为初福、中福、末福 2022年农历6月21日为夏至 所以陆福的第一天是7月16日 中福为7月26日 末福第一天为8月15日 初福为8月25日 台湾6月已经完全脱离梅雨时期 四周海域随时都有低气压的行程 台风容易利用此条件来生成 农历6月初六 相传古代皇帝于此日曝塞龙袍 6月6曝龙袍 人民才利用此日将衣服、棉被或涂化等等拿来曝塞 以除去梅雨季节的湿气 古代的石后将小鼠分为三后 一后温风至 二后蟋蟀居雨 三后因始至 一后温风至 温风是指热的风 以面而来的风而无一丝凉意 就会使人感到炎热 二后蟋蟀居雨 由于气候炎热 蟋蟀也离开了田野 到庭院的墙角下已躲避高温日晒 三后因始至 老鹰因为地面的气温太高而在凉爽的枯空中活动 小鼠节气的到来也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季节 天气渐渐炎热 水到第二期做压苗起 一期到座黄首 所以有小鼠小和黄之艳雨 节气中有大小鼠之分 象征气候之炎热的程度应有顺序差异 若突然进入酷热的气候 农作物则无法成长收获 因为农作物的成熟需要有气候、温度、雨水等搭配 当林的水果也是相当的多 譬如西瓜、凤梨、芒果等 这时候有句谚语为 小鼠吃芒果、大鼠吃凤梨 最后要介绍的是台湾的谚语 小鼠过一日热三分 小鼠后天气会逐渐炎热 小鼠经东风 大鼠经红霞 小鼠时节若吹起东风 大鼠傍晚会出现红霞满天 都是台风来临前的征兆 六月初一 一雷压九台 五雷变四台 雷指的是大雷 台指的是台风 明镜流传 如果是在农历六月初一时 天空如果出现雷敏 将减少台风的来临 但是如果这天没有打雷 也表示着后面的台风不断的到来 六月六下雨 一百日渐霜 六月六日下雨 表示当年秋冬天的气候会非常的冷 六月六仙草水米苔木 指的是仙草水和米苔木 是当下应时的消暑盛品 六月防出 七月防半 六七月为台风的旺季 六月初旬 七月中旬的台风为最强烈 应谨慎防范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这一集的小鼠就介绍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拜拜